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动漫星巨人我是赵太郎 今天继续盘我们的共生怪兽 当时我们说的三对这辈子只穿一条裤塔的共生怪兽 他们不是难修难力就是好机有一倍的 今天介绍的则是一对欢喜冤家 到最后宇宙人还成了个气管炎 加连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吧 首先来说第一对共生怪兽 昆虫怪兽谢尔多巴和寄生怪兽巴卡库恩 出自耐欧斯奥特曼第五集看不见的纽带 这两只怪兽的模型做的也是相当精湛 大家可以看看巴卡库恩的纹路 就清晰可见长得有点像巨型蘑菇 总感觉跟超级玛丽里面的蘑菇头特别像 不知道到底是谁最敬谁呢 本身战斗能力并不是很强 在给奈欧斯的第一轮招手中败下阵来 还有一个就是大盘器 用硬件操控时去的希尔多巴现身 奈欧斯注意到希尔多巴的头上也有一个散烁的东西 很明显 这就是巴卡库恩进行操纵的连接器 此时新层队员 啊不对 你知道啥来的 算了 就叫你新层吧 他发现怪兽是利用军须连接到地下的怪兽身上来吸收能量 让队员把根须切断 奈欧斯和希尔多巴陷入了战斗 正在为放光线攻击 结果被巴卡库恩打断了施法 这里远古又给了希尔多巴一个镜头 这个皮套的精细程度也是远超我的想象 很难想象远古居然在同一级奉献了两个如此精致的皮套 这得花多少钱呢 虽然这一部防卫队的队服真的很难看 但是配合奈欧斯进攻的样子还是很靓仔的 一招从天而见掌法 直接切断了怪兽连接的根须 这一段虽然小时候看了热血沸腾 但是长大了就有很多问号 因为最后是发射导弹解决的事情 干嘛飞那么高呢 最后还玩杂技把飞机玩坏了 被切断了能量补给的希尔多巴 瞬间陷入假死状态 只剩下萌木头一个战斗 奈欧斯看到了希尔多巴没有反应 直接用光线打败了巴卡库恩 最后一只共生怪兽 吉里巴尼斯 出现在高斯奥特曼的第47级 登场就十分酷炫 只给了一个模糊的远景 能够看出是一个人形的宇宙人 小时候还以为是邪恶奥特曼 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特别兴奋 一出场就消灭了三架战斗机 还记得了武藏的飞机 武藏变成高斯跟他战斗 由于不熟悉对方的战斗方式 被吉里巴尼斯用分体战术摆了一岛 随后消失了 此时队员们也已经了解到了 宇宙人和翅膀是两个 各自具备生命的生命体 这个翅膀是通过吸取人的血液 来获得能量 而风吹队员就是被对方 幻化成了美羽吸收了血液 第二天 风吹和外星人来到海边约会 但是在最后一刻 他还是忍住了欲望 将磁盘收了起来 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对他下杀手 举枪之际放掉了他 武藏变成高斯进行战斗 本想杀死这个女人 但是想到队友风吹 也没有痛下杀手 而此时女人则是邪美一笑 变成了翅膀 装备在巴尼斯身上 眼看着不离高斯 巴尼斯准备逃走 绝对被风吹击碎的翅膀 巴尼斯掉到了对面上 选择自爆 虽然这一只巴尼斯失败了 但是还有巴尼斯不甘心 这家伙就更搞笑了 甩开了自己的翅膀 跟高斯奥特曼单挑 结果最后翅膀不想打了 强行与巴尼斯合体 二话不说 直接带到了天空中 强行回家 看看巴尼斯的 垂头上气的样子 我就觉得好笑 只没想到外星人生 居然也有七万年了 好了 关于共生怪兽的所有剧集 就排列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